在節目中我們有講過不同類型的筋 例如心情筋、肌肉筋、精神筋等 我們就直觀一點 講一下到底頸兩邊的肌肉筋的時候有什麼方法 肌肉筋大家都可以理解 我們做一些伸展、拉伸等等 但我們提過一個名稱叫筋膜 筋膜真的筋的時候 其實拉斜的功能不是很大 反而我用一些按壓的方法 用一些按壓或按壓 筋膜放鬆會更加明顯 今天我用一個小工具 這個工具的設計是有兩個可以動的筋 這個筋你會看到它動的時候很順暢 沒有什麼阻力 還有一個把手 我們平時俗稱這個東西叫做燙斗 好像燙衣服的燙斗 這個燙斗可以通過這個球形的物體 放鬆我們肩頸 有些時候你沒有這個工具 其實可以用手指去按一下 這些頸椎旁邊 看看有沒有壓痛點 有些地方 但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 我的手底這麼高 會很累 或者我們的肩膀有些壓力 這個時候 這個燙斗就可以幫得到手了 首先用這個白色的 дав wrist 先穩健 打腦有沒有一些地方 如果你覺得特別吻 你的感覺在肌肉上 你會發現 gehen 一些地方沒有什麼感覺 但從上面 從後面 一直向下 有些位置可以覺得 特別吻 你會集中在這個位置,用少許力壓下去 通常大約游按1-2分鐘左右 慢慢慢慢,兩三次之後,這個點就沒有那麼明顯 如果你想將效果更加明顯,你將頭輕輕地側向一邊 其實這個時候,這個肌肉就會拉長 拉長之後,再用這些小工具去游按 久而久之,你會發覺壓痛的點越來越小 甚至你會發覺動的時候,頸的範圍會大了 如果你經常覺得頸很緊 甚至你會摸到一些地方很軟,很酸軟 這些方法可以幫助你 希望做完之後,頸動得順一點,筒也會少一點